今年因為天氣乾燥 紫斑蝶北返是比往年慢了半個月 進入清明節前後 才陸續有出現紫斑蝶北返 而為了要推廣紫斑蝶保育觀念 有保育志工是花了兩年的時間 完成紫斑蝶的繪本故事 要讓民眾更認識紫斑蝶 侵襲所遇到的問題 紫斑蝶是全球圍二粵動型蝴蝶 每年清明節前會從高雄 茂林北返沿途經國道三號 雲林縣林內鄉出口段 為了讓民眾更了解紫斑蝶保育觀念 從九歲就參與保育工作義工陳冠榮 花了兩年時間完成紫斑蝶繪本故事 故事其實它很有力量 然後我自己又愛畫畫 所以我覺得可以就是故事文字 然後故事加上圖畫 可以讓小朋友可以更了解紫斑蝶 然後高速公路防護網 這些是有一點點知識性 又有一點生硬的東西 就是看完就覺得 對這個紫斑蝶有更進一步的認識 然後也讓小朋友知道 我們保育紫斑蝶是很重要的 陳冠榮說會本故事以紫斑蝶 與他的精靈朋友去為互動 在春天陪著紫斑蝶北返 但沿途經高速公路 那段時卻被車子撞傷 後來精靈朋友幫忙搭設防護網 減少死傷 而臺灣紫斑蝶生態保育協會表示 今年受到旱災影響 紫斑蝶北返時間比較往年晚半個月 有比較慢從蝶股出發 可是它在清明節的前後 就是有大量的紫斑蝶調達 整體上來講今年的數量還不錯 那以3月30號來講 它是最大量是在一分鐘有555隻 那一整天會下有四萬九千多隻 鮑育協會表示去年三四月 兩個月監測共有二十九萬隻紫斑蝶北返 而今年到目前為止已累積八萬六千多隻 是否會因為今年旱災而影響 北返跌量早在觀察 但若紫斑蝶每分鐘超過兩百五十隻時 高工局就會封閉國傘南下林內斷 外側車道 以堅守紫斑蝶被陸殺 記者王二雄雲林報導